哈囉 大家好我是米糕 相信各位色違一部都抓到了不少隻了吧 今天想要推薦你進化的這隻月亮一部 也是全一部家族裡面最坦的一隻 本來在對戰的環境下就已經很好用了 沒想到在阿爾宙斯裡又變得更作弊人一點 除了在前期就可以獲得之外 長得也非常可愛 而且在本作的戰鬥機制下 也非常適合肉盾發揮 今天的影片一樣會先介紹月亮一部的捕捉方法 還有快速刷好感度的方式 之後才來介紹他最強的招式推薦 那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怕有新手朋友不知道一部要怎麼抓 那麼我們在黑曜園野的第一張地圖 鐵堤草原標記的這三個位置 就是會固定出現一部的地方 通常我們直接過去就可以看到一隻了 然後從底下這裡的石頭下來 我們在前面的草原就有看到一隻 這是最簡單又最快抓到一部的方式 不過也因為在第一張地圖等級非常低 所以如果你已經玩到後面的話 這裡的一部就不推薦了 其實一部在每張地圖都有 但如果你要抓等級高一點 你可以來到純白洞土 右上方的這個位置 可以從珍珠聚落直接飛過去 這裡也是大發現一部會刷新的地點 但如果沒有大發現的話 偶爾也是會跑出一隻一部 大家可以直接來這邊抓就可以省去練等級的時間 時空外區也會找到大量一部 甚至連一部的家族都有 缺點就是時空外區可遇不可求 同樣跟大發生一部一樣要觸發的話 蠻看臉的 但是相對來說比大發生更容易一些 而且每張地圖的時空外區裡面 都可以找到一部 裡面有機會遇到一部頭目 直接抓一隻進化型的頭目 還是比較好用的喔 那如果你想要在時空外區找到月亮一部的話 可以來到紅蓮師弟等等看 紅蓮師弟的時空外區有機會會遇到現成的 這樣子大家連好感度都不用練啦 超級省時間的 那如果你的一部是頭目一部 或者色違一部 想要刷好感度的話 最快的方式還是搖樹跟挖狂 只要丟出你想要練好感度的 寶可夢出來做苦工 就會增加該隻寶可夢最多的好感度 這裡也推薦大家一個地方 在純白洞土的冰山基地 來到這裡之後向右轉 前面有一個山洞 第一次來的話你要先用寶可夢把山洞招開 那這裡面會有大量的礦石 我們就是一直進來刷好感度就可以了 還不能進化就回到冰山基地 然後回村子一次 再從村子裡回來 那這些礦石就會一起刷新了 會刷這裡也是因為 礦石離基地非常緊 大家可以非常快速的刷新一輪 一直重複以上的步驟就是刷好感度最快的方式啦 一直挖礦我自己實測過 差不多要練到兩等之後 才可以做進化 所以這個過程中也是非常無聊喔 那麼第二個我可以推薦你 刷訓練場的方式來增加好感度 優點就是還可以順便練一下等級 只要好感度夠了 能做進化 一步都會有提示 大家不管是挖礦 還是訓練場 都可以注意一下喔 進化時必須要注意要在晚上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要去找隊員休息到晚上 然後也要注意 一步身上的技能不要有妖精系的招式喔 如果有看到圓童就要趕快把他換掉 不然練了這麼久 進化措置就尷尬了 當然如果你保險起見也可以先存檔一次 就不怕會進化錯了 那現在就來介紹 超坦的月亮一步 性格以及招式的推薦吧 首先是種族值的方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他的雙方能力非常的好 而且在本作的強化招式 可以讓雙方的能力一起提升 這樣子他就變成一個超級肉盾的存在 雖然他的攻擊跟特攻非常低 但我們可以靠著優秀的體質慢慢的磨死對面 那也由於他在本作中沒辦法學習到 欺詐這個物理招式 所以攻擊手段我都轉變為特攻類的 因此性格方面推薦大家使用大膽 加防禦減攻擊 或者溫和加特防減攻擊都是可以的喔 招式推薦你當然第一個就是阿爾周斯里的神技啦 使用冥想之後 進攻力跟防守力都會提升 所謂的進攻力跟防守力 就是攻擊跟特攻 還有防禦跟特防 會一次提升四個屬性 這個超級作弊的招式 可以讓月亮一步的體質更變態 再加上大聲咆哮也有做改變 以前的大聲咆哮只會降低別人的特攻 在本作中又改成了降低進攻力 所以可以一次降低別人的攻擊跟特攻 這樣子的組合搭配下來讓對面完全打不動你 穩定輸出招式 靠本系的二支波動 會有屬性加成的1.5倍 我們就是靠這招慢慢的輸出 磨死對面 最後一招我選擇睡覺 也是因為本作沒辦法學習到 月光這個比較好用的招式 所以就用睡覺來做替換 已經超級坦了還用睡覺回血 讓對面完全打不動你 而且本作的睡覺 還不一定在下一回合就睡著 那這樣子副作用就減少很多 一樣我們來看一下訓練場 可以學習到哪些招式 睡覺是在訓練場學的 大家想要玩耳心別人的戰術 就來這邊學吧 下面這招鐵尾的話 命中率太低了就不考慮 阿影球的話 可以跟底下的精神強念來做比較 同樣都會降低別人的防守力 但是阿影球的打點是 幽靈系跟超能力系 這樣子跟你的二支波動打點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如果要做選擇的話 推薦你學精神強念會好很多 最後還有 終極衝擊跟 破壞光線 這兩招在本作是影響 出招的順位 如果硬要學的話就學 破壞光線吧 好的那基本上這幾個招式 推薦就 差不多是這樣 如果你有更好的配置想法 也歡迎你留言分享喔 我們就來實際進入對戰吧 先攻的話用 迅擊的大聲咆哮 讓他的進攻力降低 讓他的重系招式打我們比較不痛一點 他沒有使用 既然不用的話我們就用二支波動 趕快把他換掉 雷一步先攻 舍身衝撞 打我們超級少 那就穩定的用冥想來做強化吧 冥想下去他就更打不動我們 提升過後我們就用自己的本系招式 來把他收掉 下一隻海兔獸仙弓 也打不動我們 血變少了我們就直接睡覺 來回個血 那這樣子血又滿了 超級噁心的玩法喔 慢慢的磨死對面 想要更無腦一點就用大聲咆哮 來降低對手的進攻力 冥想恢復了 冥想恢復了 看你要繼續玩對面 還是要直接攻擊都可以 睡著了 第二回合我們的睡覺才有副作用 這也是本作睡覺好用的地方 我們甚至在下一回合還有睡覺的狀態 都還可以繼續丟招 所以這個招式真的超級好用的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點個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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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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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